灵家兄弟是一对双生子,三年前,我嫁给灵泽,不出一个月,他便意外身亡。 我守寡三年,日日对着王夫灵牌哭泣,三年的泪水,怕是淹坏了我的脑子。 我才没发现,活下来的灵素,分明就是我夫君灵泽所办。 灵家兄弟两人一人一武,我夫君灵泽是汉林院修传,性子温润,为人和气,见了谁都是一张笑脸。 灵素却截然不同,他在南城兵马司任职,五夫一个,一身肃杀之气,整日冷冰冰的,两人气质迥异,难怪我三年了都没有发现其中的猫腻。 若不是那日灵素受伤,衣衫褂褛地回家,我无意间发现了他肋下的红痣,还不知要被瞒到什么时候。 我傻乎乎地坐在椅子上,又哭又笑,人有一模一样的长相,却难有一模一样的痣。 灵泽,你瞒得我好苦。 嫂嫂吓坏了,来人,扶他下去休息。 灵素冷冷地看我一眼,伸手整理盔甲,掩住腰间暴露的红痣。 被婢女翡翠掺着回到房里,我脑子还转不过弯来。 我不懂灵泽这是在做什么,为何要故意隐瞒身份,以灵素的身份活下去。 三年,她知不知道这三年,我到底是怎么过的。 夫人是又想起大公子了。 翡翠关上房门,四处看了一眼,压低嗓音。 姑娘,要我说,你为他们手上三年也够了。 老爷日日来信,叫我劝你改嫁。 这人死如灯灭,你如今才刚满二十岁,犯不着为他们邻家守着。 我呆若木鸡地坐着,仍旧没有半点反应。 翡翠恨铁不成钢地瞪了我一眼。 你们不过,处了一个月,姑娘为何那么死心眼? 天下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男人还不遍地都是。 更何况,去遂老太太也没了。 偌大的灵府,主子就你和二公子两个,外头早就有闲话传出来。 到时候等二公子定了亲,咱们的身份就更加尴尬了,还是快改嫁吧。 是啊,我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呢? 当年,墨上少年如玉,笑意盈盈地朝我伸出手来。 姑娘,若是不嫌弃,我卑你下山可好。 风清日暖,头顶是灿烂的火烧云,从天边一直烧到我心头,透过肌肤慢上我的脸颊。 那么短的一段路,我却记了一辈子。 我心里又酸又涩,且悲且喜,我的少年狼没有死,他还活着,我要去问问他,为何这样对我。 我疼得从椅子上站起来,灵素受伤了,我去瞧瞧他,翡翠吃惊地看着我。 天色这样晚了,你们两个孤男寡女,他猛地一拍手。 好啊,姑娘,你总算想通了,若是不想改嫁,其实二公子也是很好的对象。 你放心,有我呢,我这就去把其他人打发了。 绝不换你们的好事。 翡翠提着裙子冲了出去,他行事向来如此,杂杂呼呼,除了想法有些跳脱,性子倒是忠厚可爱。 当初为了避嫌,灵素的院子和我的一东一西,在灵府的两个角落里。 我提着灯笼一路走去,路上竟一个蒲丛也没撞见。 到灵素的院子里,我在他房间外头徘徊一阵,忽然有些犹豫。 若是我方才看错了,岂不尴尬死? 以防万一,还是要再看一眼,才好确认。 想到此,我又特意去准备了些东西,这才端着托盘,敲了敲门。 进来,灵素手持一卷书,衣裳半场着,斜靠在榻上。 在看书,嫌疑加分。 看见我,他吃惊地坐起身,沿好衣裳,皱着眉头看我。 半夜三更,嫂嫂为何来了? 我走到他身边,把托盘搁到埃及上。 白日里见你受伤了,我来给你上点药。 灵素眉头皱得更紧了,俊朗的五官紧绷着,站起身往后退了一大步。 不合适,扫扫出去吧。 我委委屈屈地伸手握住他的衣袖。 都说长扫如母,二弟为何如此见外? 灵素不妨我会伸手邋遢,我明明力道不大,他身体却还是本能地前倾了一下。 一股清幽的冷松香味扑面而来,冰冷,厚重,同我夫君身上的墨香味全然不同。 灵素漆黑如玉的双眸紧紧盯着我,薄唇紧敏,带着怒气。 出去。 杀气凛然,我有点害怕,哆哆嗦嗦地逃走了,连托盘都忘记拿了。 同一个人,前后气质真的能差别如此大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 见我这么早回来,翡翠又是恨铁不成钢,上蹿下跳,给我出主意。 翡翠,我怎么才能看到灵素腰上有没有痣,偷看他洗澡吗? 翡翠倒吸一口冷气,好汉似的捶了捶我的肩膀。 姑娘,真有你的,交给我,都交给我。 过了几日,翡翠忽然满脸,兴奋地冲进来。 二公子伤好了,今日要沐浴,就在清徽院里头。 清徽院夹在我们两处院落之间,是老太太在世时的居所。 院子里有一处天然的地热温泉,便是为着这口温泉, 灵府的宅子也价值千金了。 根据翡翠的安排,我事先躲到了泉水旁边的灌木丛里。 等了一柱香的功夫,灵素终于来了。 他好像刚从弓械回来,身上还穿戴着盔甲, 行走间同天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我宁神鼎息,一动不动,灵素脱了衣裳,泡进温泉池子里。 我闭上眼睛不敢看,好不容易鼓足勇气, 却发现他老是背对着我,也不正面转过来。 我开始在心里祈祷,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 祈祷得太认真。 不知不觉,嘴巴也跟着说出了声。 转过来,转过来。 什么人? 我只感觉眼前人影一闪。 下一秒,我已经落到了水里, 灵素满脸杀气,伸手掐着我的脖子。 磕磕,放开我,磕磕嗨。 扫扫。 灵素错愕地松开手。 你为何在此处? 我支支吾吾半天,脑子一团浆糊, 根本想不出合适的理由。 这处池子在里头挖出了阶梯的造型, 逐级向下,灵素站在下头, 水位线刚好到他累下两寸。 只需再向下一寸,便可露出那颗红痣。 这么好的机会,拼了。 我也不说话,低着头, 双手抱住灵素的腰, 汉帝拔葱似的,猛地往上一把。 灵素纹丝不动,我又一把。 灵素终于有反应了, 他单手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提起来, 将我搁到最上面那级台阶上, 视线跟我齐平。 林宛如,你疯了? 咬牙切齿的嗓音, 我不为所动, 只死死盯着他肋肩, 水波震荡, 快,就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了。 该死的,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忽然记上心来。 我伸出手, 直接揪住了他的发际, 网上一提, 头皮被拉扯, 灵素撕了一声, 整个人都僵了一下。 这下真把他惹恼了, 他跨前一步, 握住我的肩膀。 林宛如, 你究竟在做什么? 灵素的上半身 完整地呈现在我眼前, 水珠从他身上滚落, 我盯着他 肋下三寸的位置, 猴头艰难滚动, 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眉眼通红, 勤着泪珠, 伸手去抹那颗红质, 抹不掉。 我加大力道, 狠命搓了几把, 灵素洁白的肌肤上 泛起一片红痕, 那红质艳如朱砂, 越发妖艺显眼。 嫂嫂, 你若是在举止不端, 休怪我不念旧情。 灵素眉眼锋利, 漆黑的眼眸中 一片清冷。 我嚎啕大哭起来, 灵泽, 你混蛋。 我一边哭, 一边挥手 重重打了他几下, 然后扑到他怀里, 紧紧抱住他。 灵泽, 你这个大混蛋, 你害得我好苦。 怀中的身体骤然僵住, 紧绷得如同石头一般。 呜呜, 灵泽, 三年, 三年了。 三年相思, 入骨之痛, 这个大混蛋, 为何就能看着我 日日悲泣, 却无动于衷。 我哭到打嗝, 灵素叹口气, 动作僵硬地 伸手拍了拍我的后背。 嫂嫂可是吃醉了酒, 把我认作兄长了。 你, 你说什么? 到了这个地步, 他竟还不承认。 我胸口憋着一股气, 喘不上来, 嗓子言堵地发疼。 大喜大悲之下, 又在温泉池子里抛着, 我眼前一黑, 不争气地晕了过去。 再醒过来时, 暮色似合, 屋子里已经染上了红烛。 我躺在床上, 盯着软烟色的床杖 待了片刻, 猛地坐起身。 灵泽呢? 翡翠同情地看我一眼。 姑娘, 你又叫错名字了, 二公子出门了。 灵宿再回来时, 是被人扶回来的, 脸色微红, 满身酒气, 送他回来的是 隔房的二堂书。 执媳妇, 宿哥升官了。 从五城兵马 私进了京营, 亲军十二位, 那可是皇帝跟前 行走的红人才能担的。 二叔母捂着嘴笑, 升了官, 亲事也要考虑起来。 宿哥, 你说是不是? 我抬头去看灵宿的脸色, 他眼神迷离, 愣了片刻, 附和地点点头, 我心里顿时意紧。 灵宿被下人送回后院休息, 二叔母拉着我说悄悄话, 言语中处处试探, 说我身份尴尬, 若有改嫁的想法, 灵家绝不阻拦。 多谢二叔母, 如今还是婆母的孝妻, 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宛如真是孝顺, 明年孝妻就满了, 若是有好的, 现在也好像看起来。 二叔母的意思太明显, 送他们离开后, 我心神不安地去了灵宿房里。 灵宿, 开门, 嫂嫂, 我已经歇下了, 装模作样的样子真是叫人恼火, 我拍了几下, 用力抬脚踢门。 房门打开, 灵宿衣袍散乱, 俊朗的脸上满是不耐烦。 嫂嫂, 半夜三更,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推了他一把, 走进去转身把门关上。 我做什么? 我倒是要问问, 你究竟在做什么? 灵, 则。 灵宿瞬间将注, 凝着眉, 无奈地扯了扯唇角。 嫂嫂, 你近日为何三番五次将我错认成大哥? 还不承认, 我气笑了, 心头涌起一股无名火, 我上前两步, 抬手打了灵宿一巴掌。 啪! 响亮的巴掌声, 灵宿白皙的脸上顿时出现一道红痕。 灵宿伸手捂着脸, 模样呆呆的。 他穿着月白色的中衣, 外袍松散地披着, 没有往日直见披甲的锐气, 气质清冷出尘, 反倒同当年做汉林时候的样子 有几分对的伤。 我用力推了他一把, 灵宿向后退了两步, 亮呛地跌坐在榻上。 我又抬手要打, 灵宿伸手捉住我的手腕。 扫扫, 你, 又叫扫扫。 我低头狠狠咬了他一口, 他的小臂皆是有力, 肌肉绷得紧紧的, 差点把我牙给割了, 我更生气了。 你这个大混蛋。 我发疯的样子, 吓到了灵宿, 他不明所以, 瞪着我的眼神, 已经开始有怒气。 林宛如, 再发疯, 我真的生气了。 你生气? 你有什么脸生气? 我眼眶立刻红了, 委屈地盯着他, 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掉落。 婆母在事时说, 你们兄弟两个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区分你们的方式便是腰间那颗红质。 你若是灵宿, 灵则腰间的红质为何出现在你身上? 灵宿傻眼, 漆黑的童谋仿佛定住了一般, 薄唇微张, 动了几下, 却说不出话来。 我哭得更厉害了。 当年在相国寺, 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 若是谁有幸娶了我, 必定带之如宝, 绝不让我掉一滴眼泪。 你全忘了是不是? 灵宿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痛苦, 他紧紧闭上眼睛, 嗓音颤抖。 我没忘, 一日都不曾忘。 承认了, 他终于承认了。 我颤抖着伸出手, 抚摸他的眉眼。 这三年, 你就半分都不想我吗? 灵宿的身体瞬间紧绷, 谋色再也不负往日的清冷。 我看见他猴杰艰难地上下滚动, 伸手握紧了他的胳膊。 灵宿很快清醒过来, 一把推开我, 然后惊慌失措递下了他, 转身跑了。 我爹在榻上, 愣了半嗓才反应过来, 气得抬手垂床。 这算什么? 他究竟在顾虑什么? 我回到房里, 翻来覆去, 几乎一夜未睡。 第二天一大早, 二叔母就派人来下帖子, 说是为贺灵宿升官, 今日在府里举办了赏花宴, 让我务必去参加。 二叔的府邸就在隔壁, 三进的大宅子, 里头有一处花园, 中间引了活水蜿蜒而过, 将园子隔成两半。 男女分席而设, 各站一边, 却又能隔着溪水, 遥遥望见。 今日来的有许多刚急机的小姑娘, 各个含羞待怯, 偷偷去看溪对岸的灵宿。 宛如啊, 这我是娘家侄女温雅俊, 她性子活泼, 你们一定能聊得来。 二叔母拉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笑着捅我介绍, 见过嫂嫂, 温雅俊调皮地冲我眨了眨眼睛。 我淡淡地点点头, 二叔母又拉着我的手, 把温雅俊大大地夸了一通, 然后派人去把灵宿叫过来。 你不知道, 他们几个小时候都玩得好, 灵宿、灵泽分明长得一模一样, 雅俊却不知为何, 总爱跟着灵宿玩。 那时候,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分不出 他们兄弟两个, 就叫雅俊来任, 一任一个准的。 婶婶, 他们长得才不一样呢, 灵宿哥哥可比灵泽哥哥俊多了。 话音刚落, 灵宿刚好走到了温雅俊身后, 温雅俊转过身, 伸手捂住通红的脸, 羞得跺脚。 呀, 宿哥哥, 你怎么偷听人家说话呀? 娇嗔薄怒, 俏丽可爱。 我心头一紧, 抬眸去看灵宿的脸色。 灵宿依旧板着脸, 面无表情, 身姿鼻挺, 仿佛向外嗖嗖, 散发着寒气。 她不搭话, 气氛逐渐开始尴尬。 二叔母说了几句场面话, 放灵宿走了, 等她一走, 连二叔母都放松地 长舒了一口气。 我们宿哥的气势真是足啊。 宴席结束后, 二叔母单独留下了我, 开门见山, 说想把温雅俊许给灵宿。 如今胸嫂都不在, 宿哥的婚事自然得由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张罗起来。 宛如, 你觉得如何? 我捏着掌心, 想拒绝, 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二叔母, 我做不了她的主, 这时, 您还是去问问灵宿吧。 二叔母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并没有直接跟灵宿提这件事。 那日之后, 灵宿开始刻意回避我, 早出晚归, 我一连几日都碰不上她的面。 我心中急躁不安, 温雅俊却开始频繁地在我们府里走动。 今日送些点信, 明日送几盆花, 有事没事就拉着我闲聊, 说一些两个人小时候青梅竹马的话。 嫂嫂, 小时候素哥哥可爱笑了, 才不像现在这样冷冰冰的。 有一回我顽皮爬到树上, 掉下来正好砸中了她, 她手避舌了, 还说往后若是娶不到媳妇, 要我嫁给她呢。 嫂嫂, 你尝尝这个, 浮满楼的桂花糕, 素哥哥最爱吃的。 我昨日送了一大包, 她竟一个人都吃完了。 我猛地抬起头, 昨日, 昨日她并不在府中啊。 温雅俊自知失言, 懊恼地伸手捂住嘴巴。 嫂嫂, 素哥哥近日在宣德门当职呢。 她说, 你一个人在府中寂寞, 便叫我多来陪你说说话。 我心头一颤。 本能的有几分不相信温雅俊的话, 那是灵泽, 是我的夫君灵泽, 并不是她的素哥哥, 怎么可能会收下她送的点心? 可若是灵泽心里真有我, 那日为何又把我甩开? 这几日又为何对我避而不见?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 等温雅俊走后, 直接换身衣裳, 背了马车去宣德门。 马车行道一半, 我伸手掀开车帘, 意外地发现温雅俊的车就在前头。 这并不是去她家中的方向啊。 我心里涌现出一股巨大的不安。 车子停在宣德门外, 我看着温雅俊提着裙摆跳下马车, 一脸欣喜地奔向宫门。 素哥哥, 温雅俊把怀里的包袱塞给灵素。 拿着吧, 都是按昨日的要求准备的, 这回可不许再挑剔了。 灵素点了点头, 表情不像之前, 一般冷漠。 两人又说了几句话, 灵素转身进了宫门, 温雅俊依旧站在外头, 久久地凝视她的背影。 我在院子里的凉亭里坐到半夜, 我想问问灵素,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逃避我, 是不是已经接受了温雅俊? 她在宣德门当职的时, 为何我不知道, 温雅俊竟会知道。 心中百转千回, 等到月落柳梢, 灵素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处, 我却忽然胆怯了。 我害怕她的答案, 害怕我等了那么久, 又再一次失去她。 我站起身, 转身想走, 却不小心撞上了亭里的柱子。 谁在那儿? 灵素朝凉亭走过来, 路旁的宫灯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扫扫。 更深路重, 扫扫早日歇息吧。 灵素的脚步停在梁亭前方, 并未再靠近。 听见这个称呼, 我心头拱上一团火。 灵素, 我开口唤她。 你觉得温雅俊如何? 灵素亚异地抬了下眉, 不说话。 二叔母说想将她许你, 你一下如何? 我捏紧帕子, 忐忑不安地等灵素的反应。 灵素朝我走过来了, 铁甲上流淌着银色的月光, 带着一身寒液的凉气。 她停在我面前, 微微俯身看着我, 扫扫觉得如何? 灵素长着一双浓眉, 眼睛细长深邃, 和三年前一模一样的眉眼, 可从她的眼神中, 我却再也找不到温柔似水的情意。 我咬紧了下唇, 试探道, 你, 你若是觉得好, 我就去跟二叔母。 灵素的视线在我脸上一顿, 嗯, 一切淡平扫扫做主。 我立刻浑身僵硬, 看着灵素转身离去的背影, 几乎没法挪动脚步。 她答应了, 她想娶温雅俊。 我早该知道的, 如果她心里还有我, 又为何隐藏身份三年, 从不与我相认? 我跌坐在地, 失声痛哭, 灵素没有回头。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房里。 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 翡翠急得不行, 派人送信回我娘家。 温雅俊来看我, 她坐在床边, 握着我的手, 我烧得神志不清, 喊着灵泽的名字。 温雅俊一脸羡慕, 嫂嫂和灵泽哥哥感情真好, 若是往后, 我和肃哥哥有你们的一半, 我便知足了。 说完立刻伸手捂住嘴, 心虚地左右看了看, 我把嫂嫂当姐姐一般看待呢, 嫂嫂可不能笑话我。 我清醒过来, 挣扎着坐起身。 她答应这桩婚事了, 温雅俊害羞地点点头。 嗯, 我沈沈佐才告诉我的。 她神色娇羞, 笑得一脸幸福, 我木然地看着她, 竟不知该做何反应。 很久以后, 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恭喜啊! 我病了两日, 翡翠满脸激动地告诉我, 收到我娘家的信了, 说我兄长数日后便能抵经,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扬州了。 扬州离金陵城, 距离说近不近, 说远不远, 若是顺风顺水, 船行三日便到了。 灵肃也收到了消息, 特意命下人打扫出一间院子。 子轩兄难得进京, 这次可以留他多住几日。 他今日休目, 刚沉练完, 脸上是亮晶晶的汗珠, 自宝蓝色的发带上滴落, 更衬得面如关玉, 目若朗星。 我心中凄苦一片, 这几日躺在床上, 原本我以为自己已经想通了。 就当灵泽死了, 死在三年前, 从他假装自己是灵肃那一天起, 他就不再是我的夫君了。 可看着他长身玉力地站在我面前, 我心底还是涌现出最后一丝不甘。 我兄长这一趟, 是来接我回去的。 我站起身, 一步一步走到灵肃面前, 直视着他的眼睛。 这几年在灵府, 多谢你的照应, 这趟我回去, 以后应当不会再见了。 风吹起我的裙摆, 我穿着一身素白色的月华裙, 单薄鲜瘦, 这几天大病出狱, 脸上更是一丝血色都没有, 看起来应该很可怜吧, 因为我看见了灵肃眼中的震动。 嫂嫂, 你要走。 宛如嫂嫂要走, 去哪里呀? 肃哥哥, 看你这满身的汗, 吹了风当心着凉了。 温雅俊适时地出现, 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他抬起手中的帕子, 点起脚尖去给灵肃擦汗。 我不想看见这幅画面, 立刻转过了头。 肃哥哥, 你今儿还想吃桂花糕吗? 我叫人去买。 我将着身体, 勉强扯出一点笑脸。 你们慢慢聊, 我先回去了。 本朝风气不像之前那般严苛, 女子守寡之后, 若是没有留下子女, 是支持改嫁的, 只需向夫家要一份文书, 便能带回所有嫁妆。 翡翠快活地像一只麻雀, 一叠声地让人收拾嫁妆, 准备行礼。 这几颗软香红, 也拔起来带走, 才不留给他们。 姑娘, 这文书我都替你腾写好了, 等会你拿去给二少爷签个字就行。 我点点头, 伸手接过那页薄薄的纸张。 用过午膳, 我在书房里找到了灵素, 我还记得刚嫁进灵家时, 灵则日日爱在书房待着, 灵素却整日舞刀弄枪, 从没有看书的习惯。 这三年, 灵素却时常来书房, 这么大的转变, 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算了, 现在追究这些也毫无意义。 我性子执拗, 不是洒脱四亿之人, 可是到如今, 灵则早已变心, 我在留在灵府, 不过就是一个笑话。 难道叫我往后日日看他和温雅俊轻轻我我, 子孙满堂吗? 我苦笑一声, 把手里的文书递到灵素面前。 灵素一秒都没有犹豫, 提起胡笔, 满蘸浓墨。 他修长白皙的手捏紧笔端, 面色冷淡。 也好, 你才二十岁, 这几年是灵家耽误你了。 嘴上说得轻松, 可他手背上青筋鼓起, 那笔在他手中悬了许久, 都没落下去。 直到那团墨枝滴落下来, 在纸张上阴晕成一大团, 将好好的一纸文书全给毁了。 灵素长书一口气, 割下笔。 我重新给你写一份, 嗯, 在我兄长来那日, 交于我就行。 我不敢再看他的脸色, 怕自己好不容易鼓起的决心就此坍塌。 兄长来得比预计得更早, 我还未来得及去码头, 他已经带着蒲丛进了灵府。 小如, 看我把谁带来了。 我走出房门, 看见兄长旁边那道气宇轩昂的身影, 有一瞬间的恍惚。 是他, 纪浩然。 我同纪浩然青梅竹马, 两家大人交好, 他家宅子就在我们隔壁。 纪家是皇商, 我急急那年, 纪浩然接管了家业, 整日忙忙碌碌, 连我的婚宴都未参加, 只给我送了一份极贵重的贺礼来。 我知道他也在金陵, 却不知在做什么, 忙成这样, 三年来未曾见过一面。 小宛如, 包子脸都瘦霉了, 果真好看不少。 纪浩然走到我面前, 忽然伸手捏了捏我的脸, 勾着唇角, 笑得一脸痞下。 我生气地挥手拍他, 不许捏我。 现在又不是小时候, 我都嫁人了, 他这副样子, 实在不成体统。 我狠狠瞪他一眼, 纪浩然笑得更开心了。 怎么, 在邻家连饭都吃不起马? 叫我一声哥哥, 等回了扬州, 我日日叫人给你送燕窝漱口, 保证把你这几两肉给补回来。 我哥皱着眉头, 伸手捏了捏我的胳膊。 浩然说得没错, 瞧你瘦的, 还是咱扬州的水土养人, 明日就跟我回去。 我哥说风就是雨的性子, 果真又立刻吩咐下去, 许多行李还未拆开, 便连夜运上了船。 院子里乱成一团, 我和纪浩然站在旁边 看下人们忙忙碌碌的打包行李, 两个小丝抬出一只檀木箱子时, 纪浩然神色变了一遍。 她拦住小丝, 打开那只雕刻繁复的檀木箱, 翻了片刻, 脸色沉了下来。 小宛如, 我送你的贺礼, 你怎么没有用? 我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都是些红宝石绿玛瑙的, 我守寡之后又是热笑, 不适合这些东西。 纪浩然脸更黑了, 冷哼一声, 站在旁边不言语, 好漂亮的红宝头面啊。 温雅俊不知什么时候凑了上来, 看着纪浩然手里的檀木箱, 两眼放光。 嫂嫂, 听肃哥哥说你要回扬州了? 怎么这般仓促, 这趟回去, 不知下次要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过几个月我同肃哥哥的婚礼, 嫂嫂还来参加吗? 我脸色一白, 不来了吧, 山高水远的, 你们婚期已经定下了。 温雅俊捂着嘴笑, 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檀木箱子。 嫂嫂该不会是舍不得送我们成婚贺礼, 这才急着跑回扬州吧。 她的暗示意味实在太过明显, 我不由得有些尴尬。 我张了张嘴, 刚想说话, 肩膀上已经搭了一只手。 纪浩然搂住我, 眼含威胁, 肩上的手用力收紧。 林宛如, 你敢把我送的东西转赠给别人试试看? 温雅俊面上一红, 视线看向我肩头, 原来是纪公子赠的, 难怪嫂嫂看得这般紧张, 嫂嫂同纪公子的关系, 可真是叫人羡慕呢。 这句话说得不明不白, 倒好像我同纪浩然有什么似的, 我不跃地板起脸, 纪浩然却笑了。 则, 你还挺有眼光啊。 纪浩然搂着我的手更紧, 我不跃地去推她, 她哈哈大笑, 在外人眼里, 我们两个倒像在打情骂俏。 果然, 温雅俊暧昧地笑了, 她朝我身后说道, 苏哥哥, 这下你可不用担心嫂嫂了, 嫂嫂急着回去, 应当是早就做好打算了呢。 我身体僵住, 灵素冷着脸走到我面前, 递给我一张文书, 如此便提前住嫂嫂, 心想事成了。 灵家离码头不远, 第二日, 我想跟灵素告别, 下人却说她一早便出门去攻谢了。 我有点失落, 又暗自松一口气。 就这样吧, 三年的吃手, 我自认对得起我们的感情, 现在物是人非, 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翻船起航, 我站在甲板上, 看见两旁熟悉的景色逐渐后退, 慢慢淡出我的视线, 就此离开我的生活。 忽然, 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那马儿一直跑到河岸的尽头, 才猛地扬体止步。 灵素端坐马上, 一身铠甲甲森然,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它到底还是来了? 我们隔着滔滔的江面对视。 白色的水浪缓缓地从船边荡开, 一直涌到河岸, 拍出几朵碎浪。 我朝灵素挥了挥手, 灵素绷紧了身体, 忽然低渴几声, 竟卡出一大口血来, 然后它身子一歪, 从马上跌落下去。 灵素, 我尖叫一声, 着急地想扑上去, 可却只够着身前的护栏。 我急得团团转, 失声大喊, 停船, 回去, 快开回去。 可是船只不仅不转头, 反而开得更快, 我哭出声来, 双手紧紧握着护栏。 我看见有人上前浮起灵素, 人群围上来, 视线越来越远, 逐渐化作一个小黑点。 我搁在我头上, 敲了一个板栗。 哭啥呀, 他那么大个人丢不了, 灵府的下人自然会照应他。 倒是你, 瘦成这个鬼样子, 回去我还不知道要怎么跟娘交代, 你最好多吃一点。 我红着眼眶, 心里揪成一团, 灵素早上出门时还好好的, 怎么就受伤了? 接下来的几日, 我食不知味, 反倒比之前更瘦了几分。 我哥看着我哀声叹气, 季浩然叫, 传娘变着法子做狐仙, 每日哄我吃饭。 姑奶奶哀, 叫你吃几口饭, 怎么都那么难? 再不吃, 是不是要我亲自喂你? 他把勺子递到我嘴边, 我瞪他一眼, 季浩然却瞪得更凶, 见眉倒数, 眼含威胁, 我只能低头小小米了一口鱼汤。 季浩然立刻眉开眼笑, 这才对吗? 我季大少可是头一回伺候人, 便宜你了, 来, 张嘴。 我低头喝汤, 季浩然却故意把手一偏, 汤洒了出来, 我生气地打他, 你又捉弄我? 季浩然笑得开心, 露出一脚尖尖的虎牙, 拿帕子帮我擦嘴。 擦着擦着, 他神色明显开始不对劲。 季浩然的手指停在我下巴上, 他垂眸看着我, 睫毛浓密, 漆黑的眼眸中满是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心跳本能地乱了一拍, 慌乱地转过头, 避开他的视线。 我自己来。 季浩然收回手, 不自在地挠挠头, 走到一旁开始摆弄那个紫檀木的匣子。 等你回家以后, 你母亲看着你这一身白的样子就要伤心, 肯定会念得你耳朵发痒。 回家之前, 你好好打扮打扮, 把我送你这些首饰都穿戴起来。 我还给你做了三香龙的衣裳, 你怎么不叫翡翠翻出来试试? 他说的有道理, 母亲素来眼泪不值钱的, 若是看见我这副样子, 勾起伤心事, 不知要哭多久。 我走到桌旁坐下, 去翻那个匣子, 季浩然立刻收回了手。 你慢慢看, 我, 我去甲板上透透气。 背影竟有几分落荒而逃的意味, 难道这匣子有什么古怪? 我打开匣子, 匣子分三层, 前两层都是些精致的金银珠宝, 第三层却是暗格, 要把第二层拿起才能发现。 设计得很巧妙, 我看着第三层的东西, 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打数额巨大的银票, 大的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颤抖着伸出手, 数了数, 好家伙, 季浩然这是疯了呀, 把半个家底送给我了。 银票最底下, 赫然躺着一封信。 我打开信封, 抽出发黄的信纸, 上头只有短短一句话, 字迹韵染, 仿佛被泪痕沾湿。 小宛如, 青梅竹马, 是不是从来都抵不过天降? 我郑柱, 忽然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季浩然。 她却仍旧一日三餐地准时来我房里报道, 镇定自若,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一下子有点吃不准该拿什么态度对她, 拒绝她吧, 可她现在又没有说什么, 那封信也是三年前留的, 倒好像我有点自作多情。 我只能从我兄长那试探。 哥哥, 季浩然如今是住在扬州吗? 她怎么会恰好跟着你来的? 我哥横了我一眼, 你心里就没点数, 我脸一下就红了。 你别乱说, 我现在哪有那个心思, 我哥叹口气, 都三年了, 你就那么死心眼。 宛如, 听歌的该向前看了。 向前看了? 可是灵泽如果心里半分都没有我, 她又怎么会来送我? 我跟灵泽见了三面, 就定了亲事。 第一面在四名山上游人拥挤。 我跟翡翠被冲散, 还崴了脚。 我狼狈地坐在一旁草地上, 有浪荡子过来调笑。 我站红了脸, 不知所措间, 抬眼看见了灵泽。 她穿着一袭月白色的衣裳, 站在桃树下, 花瓣落了满身。 她也正抬头看我, 视线直直地同我相撞, 眉眼间是一闪而过的惊艳。 我急地伸手指着她, 我哥哥就在那里, 你们不许过来。 灵泽走了过来, 那些浪荡子趁机散了, 她笑着在我身前蹲下来, 妹妹, 上来, 我送你回家。 她转身背对着我, 脊背宽阔, 露出一节清秀的脖梗, 我一下就仗红了脸。 我趴在她背上, 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草木清香, 就像如今的四月天。 我心中酸软成一片, 忽然有些恨下山的路太短。 回到家里, 我心里片刻都没有放下过她。 翡翠拉我去向国寺, 说那儿的签文最是灵验。 我怀着修对人言的心思, 去向国寺求姻缘。 在后殿, 却又偶然跟她相遇。 当时灵泽正跟身边的人说话, 坐在石椅上, 伸着长腿, 模样懒散, 看见我的那一瞬间, 她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灵姑娘, 说不上几句话, 翡翠急着来唤我走, 说我母亲在寻我。 灵泽急了, 紧跟几步, 拦在我身前。 灵姑娘, 你别怪我梦浪, 我是金灵灵家的, 你若是尚未许亲。 我叫我父母来提亲。 提, 提亲? 疯了吧, 我们才见过两面啊。 我心头狂跳, 不知所措的地看了一眼灵泽, 跟着翡翠匆匆走了。 巷国寺里发生了意外, 一个小沙迷打翻香炉, 供台起火。 我跟着翡翠顺着人流往殿外跑, 可人流拥挤, 房门又狭窄, 众人蜂拥挤挤在那儿, 我们根本出不去。 翡翠还被人踩了几脚, 推翻在地, 我去拉翡翠, 又急又怕。 六神无主间, 我听见了灵泽的声音。 灵姑娘, 汹涌的人群, 她一人逆流而上, 几下就拨开人群, 朝我跑了过来。 我永远都记得火光中, 她白玉一般的容颜, 漆黑得眉眼如墨, 看着我如释重负地笑。 别怕, 有我在。 她护着我们跑出大殿, 又转头奔回殿内, 背出了一个又一个人。 宝蓝色的锦袍, 烧得不成样子, 露出腰间一处红质, 她模样狼狈, 我急得红了眼眶。 灵泽笑着摸摸我的头, 别怕, 我一点都不疼。 我透过迷蒙的泪眼看她, 她怎么那么爱笑啊, 笑起来眉眼弯起, 眼中满是柔情。 灵姑娘, 我方才说的话算数, 若是以后有幸娶了你, 我必定带之如宝, 绝不让你掉一滴眼泪。 你会说什么? 我趁怒地瞪她一眼, 灵泽笑着挠了挠头。 灵姑娘, 我绝不是梦浪之人。 可不知怎地, 见了你总忍不住说这些魂话。 灵姑娘, 你可以让家里人去打听打听, 金灵长乐街的灵府, 我没什么不良嗜好, 不喝酒也不赌钱。 你若是答应嫁我, 我往后什么都听你的。 越说越不像样子, 我脸仗得通红, 直到母亲带着我下山, 都没敢再看她一眼。 然后就是半月后的花招节。 我们又在郊外偶遇, 我红着脸把腰间的香囊递给她, 里头装了我的生辰八字。 你记得说话算话? 鼓起勇气说完, 我捂着脸, 转头就跑。 灵泽没有追上来, 可是一个月后, 灵家主母亲自登了家门。 嫁给灵泽时, 我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不曾想着幸福却如此短暂。 我坐在船舱里, 看着窗外滔滔的江水发呆, 都说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 否则往后的余生都会是将就。 那些热烈, 欢喜, 倾心而赋, 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 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 回到扬州, 母亲寸步不离地陪了我几日, 抱着我哭, 直到半个月后, 她才不再掉眼泪, 而是又欢喜地开始给我张罗四季衣裳。 仿佛为了弥补之前的三年, 母亲给我裁的新衣都是艳丽张扬的颜色, 红的粉的嫩黄豆绿, 像把一整个春天都穿在了我身上。 看着窗外的柳条, 我才反应过来, 又是一年四月。 我重新去了一趟相国寺, 跪坐在大殿里, 忽然不知道该求什么。 灵泽成了灵素, 跟我形同陌路, 我对情爱二字看得淡了许多, 就求佛祖保佑家中长辈身体安康吧。 跪下磕头, 再直起身来, 看见身旁跪了另一个人。 季浩然双手合十, 一脸虔诚。 有女性黎明宛如, 扬州人士, 求佛祖保佑她, 头脑发昏, 答应嫁与我为妻。 我哭笑不得, 伸手垂她胳膊。 季浩然, 你在发什么神经? 季浩然嬉皮笑脸, 握住我的手腕。 小宛如, 听说这里的神佛最灵验, 你求了什么? 我不告诉你。 我站起身, 季浩然跟上来, 同我夸张地说向国寺的素斋, 有多好吃。 有个扫地的老和尚, 他做的春笋, 那真是一绝, 笋都是我自己挖的, 我使了一百两银子他才肯再做一顿饭。 小宛如, 便宜你了, 你怎么这么有口福啊? 季浩然衣袍上沾着泥泞, 神采飞扬, 带我去看那一筐子春笋。 我跟着笑, 春风拂过我的发丝, 季浩然忽然停下来, 伸手把我的碎发别到耳后。 林宛如, 你笑起来真好看。 季浩然眼眸漆黑, 神色认真到近乎虔诚, 微风裹着翠竹草木的淡淡香气, 她的脸慢慢向我凑过来, 我不自在地后退一步, 这个笋看着果真不错。 季浩然叹口气, 提着笋根上来, 哪里只不错, 吃起来先掉眉毛好吗? 我们两个并肩往后院的方向走, 走了两步, 我顿住了脚步。 不远处, 灵素穿着一身蟒袍, 手握长刀, 神色复杂地看着我们。 黑色的蟒袍, 威严又贵气, 更趁得她气质清冷出尘, 高不可攀。 季浩然上去打招呼。 哟, 灵统领又升官了, 锦衣卫指挥迁士, 天子尽臣, 了不得呀。 灵素没有看她, 只淡淡地跟我点头, 嫂嫂别来无恙。 我点点头, 行了个礼。 灵公子一切安好, 我如今回了扬州, 同灵家已经毫无瓜葛, 不用再叫我嫂嫂。 我没有再看她, 挺直几倍, 目不斜视地朝前走。 两个人擦肩而过, 我闭上眼睛, 掉下泪来, 却不敢伸手去擦拭。 季浩然伸手揽住我的肩膀。 小宛如, 走, 哥哥亲自摘的笋, 寻常人可吃不到。 四月的春笋, 味道果真极美, 我吃了满满一大碗饭, 季浩然甚是满意。 算你识相? 许事吃得太多了, 我有些机时, 夜间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熬到后半夜, 也只勉强合上眼睛。 迷迷糊糊间, 我感觉有人进了房间。 我身体猛地僵住, 心提到了嗓子眼。 那人脚步很轻, 走到我床边, 一股熟悉的冷松香味。 今日我在相国寺才闻到过, 心头的惧怕一下子散去, 我松懈下来, 却又满腹不解。 灵泽, 她来做什么? 灵泽单膝跪在我床前, 视线在我脸上停留许久。 然后我感觉到 有温热的气息慢慢凑近, 我睁开了眼睛。 灵统领如今改行, 当采花贼了。 灵泽狼狈地后退一步, 神色尴尬。 我。 她穿着一身轻便的夜行衣, 白皙的俊脸仗得通红, 支支吾吾, 说不出话来, 索性转身就跑。 我举起手边的预枕, 用力朝灵泽砸去。 灵泽, 你这假模假样的伪君子, 你滚。 灵泽脚步一僵, 我又拿其他东西丢她, 眼泪不争气地滚落。 说好两不相干, 你又凭什么还来招惹我? 你当我是什么, 说丢便丢, 如果我已经嫁了夫婿, 你难道还要这样夜叹归房? 灵泽脸色更难看了, 你要嫁给季浩然。 我心头哽了一口气, 恼怒地瞪着她。 是, 婚期定在下个月, 可要给你发个喜帖。 灵泽将在原地, 身上的精气神 似乎一下就被抽干了, 脸色灰败, 嘴唇颤抖。 恭喜你, 我冷哼一声。 多谢, 你跟温雅俊成婚之日, 我也送你一份贺礼。 灵泽惨笑一声, 我何时要同她成婚了? 她也不多做解释, 跌跌撞撞地朝外跑去。 翻窗的时候, 甚至跌了一跤。 看着她这副模样, 我奇怪地反而释然了一些。 起码我知道, 这段感情不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不管灵泽的苦衷是什么, 她早就已经做出了选择, 天平两端, 我是被抛弃的那一边。 现在知道不是我一个人痛, 我心里反而有点痛快。 放下心结, 我的状态肉眼可见得好了起来。 吃得多了, 脸颊有了肉, 气色也红润不少。 季浩然奇怪地看着我。 小宛如, 你用的是什么胭脂? 我脸上今日并未抹胭脂, 只在唇上薄薄点了一些。 轻若云霞, 胭若桃里, 这胭脂你是哪买的? 季家经营胭脂水粉, 季浩然接管佳液, 对这些很上心。 我促暇心起, 把脸凑过去。 那你再仔细看看, 这是用的你季家胭脂, 你猜猜是哪一款? 季浩然伸手在我脸上轻轻擦拭一下, 对着手指看了看, 眉头紧皱。 奇怪, 她不甘心地又擦了一下, 加大力道。 我痒得笑出声来, 季浩然愣愣地盯着我, 眸色转暗。 平看是看不出来的, 若是我尝一尝, 就能分辨了。 往日清朗的嗓音, 阴雅得不像话, 季浩然故意低头凑近。 我心跳如雷鼓, 却没有伸手推开它。 季浩然紧紧握住我的手, 脸上满是狂喜和不可置信。 宛如, 你, 你答应了? 我站红了脸, 摇摇头。 季浩然, 我实话同你说, 我心里并未完全放下灵泽, 这对你不宫廷。 季浩然嘴角咧到耳朵根, 笑得像个傻子。 我不管, 答应了可不能反悔。 可我没想那么快成亲。 季浩然点头如捣蒜, 听你的, 都听你的, 只要你肯给我名分, 多久我都等。 季浩然从来都是肆意张扬的人, 喜欢一个人的心思, 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他一天几十趟地往我家送礼, 前一波吓人还没有走, 后一波又来了。 我爹娘看着堆了满屋子的礼盒扎舌。 浩然疯了呀, 既家金山银山, 也架不住他这样花吧, 生儿子真是赔本。 他不仅给我爹娘送礼, 还爱屋及乌, 道我所有亲眷, 隔壁大伯二伯家女眷的腌制水粉, 既家全给包了。 于是我屋子里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 堂姐堂妹, 婶婶伯母, 个个都说季浩然的好话。 三堂妹吃着精致的点心, 喝着季浩然送的雨前龙井。 婉如姐, 你快嫁给她吧, 你再不嫁, 我都想嫁了。 婶婶, 你快管管燕儿, 说这样不害臊的话。 哈哈哈哈, 别说燕儿, 若不是我生了这一堆孩子, 连我也想嫁。 屋顶几乎都要被轰笑声给掀翻, 我跟着大笑, 往日那样清清冷冷。 独自垂泪的日子, 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每天都是欢声笑语围绕着我, 我几乎都没有时间再去想灵泽。 季浩然跟她是完全不同的人。 这几年的灵泽, 沉默, 冰冷, 季浩然却是热烈温暖的。 她说, 我嫁人的那三年, 她跟着商队去了海外, 她给我讲抑郁的各种趣事, 给我讲大海上的惊险和未知。 她又说不完的有趣故事, 眉眼永远是带笑的。 我开始有点喜欢这样的日子。 宛如, 等以后我们成亲了, 有机会我带你出海。 这趟航线已经摸得熟了, 风险很小。 季浩然又献宝似的 给我送了一大箱珍珠。 好, 我点点头, 答应下来。 季浩然眼睛一亮, 什么好? 出海好, 还是? 成亲。 我直直地盯着季浩然, 没有回避她的视线。 九月初八, 良辰即日, 也是我成婚的日子。 出门时候, 早上好好的大晴天, 却忽然下起雨来。 花轿吹锣打鼓地行道半路, 被人拦住了去路。 众人看着路中间的一人一骑, 敢怒不敢言。 最近, 扬州出了一桩极大的贪污赋税案子, 锦衣卫在扬州查案, 便是由灵泽负责。 锦衣卫全是极大, 连扬州之府在灵泽面前, 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灵统领, 可是要顺路来喝杯喜酒的。 季浩然一身红袍, 骑在枣红马上, 同灵泽对峙, 灵泽却不看他, 跳下马, 朝花轿走过来。 灵泽伸手掀开轿帘, 一身语气裹着寒意涌入。 我摘下红盖头, 宛如, 如果我承认我是灵泽, 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家? 灵泽双目通红, 死死地盯着我。 我摇摇头, 你来晚了。 我抬眸跟灵泽对视, 实现严肃又认真, 我知道他能读懂我眼神中的坚定。 果然, 灵泽正了片刻, 眼中滚下一大滴眼泪。 他苦笑一声, 伸手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匣子递给我。 是来晚了, 那便祝你新婚快乐。 他伸手放下叫脸, 宛如, 你穿嫁衣的样子, 很好看。 灵泽骑着马, 快速地消失在雨幕中, 地上止于一滩鲜红的血迹, 被雨水一冲, 很快就散了。 三日后回门, 娘拉着我去外头逛铺子, 说要买些小孩子的东西。 我笑他急疯了, 这才嫁人几天, 哪里来的孩子? 我要疯也是乐疯了, 哎呀, 从来没想到我的宛如 还能过上如今的好日子。 你刚回来那天, 一身白衣, 脸色比那衣裳还白, 瘦得跟鬼一样, 娘看着真是挖心掏肺一般的痛。 娘, 都过去了, 还提那个做什么? 好好好, 今日你想买什么, 我都陪你。 我们在铺子里挑剪虎头鞋, 那掌柜的大婶, 看着却格外眼熟。 你是, 你是林婉如林姑娘? 哎呀, 我都险些认不出来, 林姑娘可比之前更漂亮了。 她态度热情, 我立刻想了起来, 她原是林泽的乳娘郑妈妈, 林家放了她儿子的身器, 本来在府里荣养的, 后来听说跟她儿子回了扬州。 郑妈妈叙叙叨叨一阵, 又说起林泽和林素。 哎呀, 双生子也少有他们两个那么像的, 真是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 便只有林素身上那颗红质了。 我握着虎头鞋的手一顿, 郑妈妈, 你记错了, 林泽身上才有红质。 郑妈妈挠挠头, 不可能啊, 有红质的是弟弟, 没红质的是哥哥, 我怎么会记错呢? 是记错了, 郑妈妈年岁大了, 有质的是我兄长, 我身上没有质。 林泽从外头走进来, 打断了郑妈妈的话。 郑妈妈一脸惊喜, 过去拉住林泽的手, 絮絮叨叨说了一堆话。 我同林泽点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买好东西, 我走出门外, 看见林泽仰头站在一棵树下。 秋风萧瑟, 青石板上落了一地的金黄。 林泽的脸色依旧是苍白的, 她静静站在树下, 估计的背影和干枯的树木融为一体。 我忍不住宽慰一句, 林泽,向前看吧, 晚秋凄凉, 春日却也不远了。 林泽愣了片刻,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好,回到家中, 我从库房里翻出成婚那日, 林泽送我的木匣子。 呆呆做了片刻, 我吩咐翡翠, 把匣子收好。 翡翠, 姑娘不看看, 我摇头, 都过去了, 不必看。 也许里头藏着林泽的苦衷, 可我已经没兴趣知道了。 纪浩然在外大声唤我, 娘子, 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成了亲以后, 这人一天喊我八百遍娘子, 叫不够似的。 我笑着提起裙摆跑出去, 一头奔进阳光中, 全书完。 翻外, 我是林素, 不是林泽。 从来都是林素, 遇见林宛如的林素, 爱上林宛如的林素, 可同她成亲的, 却不是我。 我跟她见了两面, 第三面, 她给我兄长递了一个香囊, 而彼时我已经远在荆基。 我在军营里, 给我娘写了一大堆的信, 让她帮我提亲。 我一日一日地煎熬, 心急如焚地赶回家中, 只赶上她给我父母敬茶。 她梳着妇人发际, 羞羞怯怯, 换我小梳子。 万贱穿心不过如此。 我颤抖着手, 接过她的红风, 心地一寸一寸崩塌, 几乎无法克制脸上的表情。 兄长拉着我到书房, 我重重打了她一拳, 她却哭得比我还惨。 她跪下求我, 说对林宛如一见倾心, 如今木已成舟, 求我原谅她。 阿苏, 我们前后脚出声。 可因这一生哥哥的身份,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让着你。 你摔破东西, 我给你顶包, 你挨打我帮你扛, 你贪爱兵器, 我攒着每个月的月银, 都给你花。 我这辈子从没有求过你什么, 唯有这一见。 阿苏, 我求你, 求你把宛如让给我。 我双眼血红, 可她是人哪, 她有她自己的情感, 我怎么让? 林泽, 我怎么能让? 我转过身, 想要告诉宛如真相, 胸掌西行几步, 扑过来抱住我的腿。 阿苏, 我们已经成婚了, 我们洞房了, 她腹中说不定都有了我的骨肉, 你把真相告诉她, 她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你想逼死她吗? 我像挨了一拳似的, 浑身僵硬, 说不出话来。 林宛如听见我们的吵闹, 急得在书房外敲门。 夫君, 这是怎么了? 我打开房门, 压下喉间的一股腥田。 扫扫, 我同哥哥闹了点别扭, 没什么大事。 从此以后, 一声又一声扫扫, 叫给我自己听, 提醒我两人不可逾越的身份, 直到他说要回扬州。 我知道他误解了温亚俊同我的关系, 我跟温亚俊的兄长是同僚, 他时常给他兄长送东西, 却跟宛如说是送我的。 我不想解释, 他走了也好, 何苦和我待在这阴冷的地狱中, 两个人如行尸走肉一般。 我看着他乘船离开, 我想说声, 祝你幸福。 可眼泪为何汹涌而下, 心脏脚紧, 我吐出一大口血, 自马上跌落。 喜欢一个人是放肆, 而爱是克制。 我请了扬州的差事, 看着林宛如日渐恢复神采, 看着他脸上逐渐有了笑意, 我应该为他开心的。 爱一朵花, 一片云, 不必拥有, 我的那朵花, 有人精心浇灌呵护, 我由衷地为他高兴。 直到那日捉拿案犯, 我受了不清的伤, 恰逢林宛如大婚, 手上的鲜血和满地的炮胀 一样鲜红。 我的意志力仿佛也随着身体的虚弱而消散。 我做了一个自私的决定, 我拦下花轿, 林宛如摇摇头, 眼神清亮坚定。 你来晚了? 是啊, 我来得总是这样晚。 我笑笑, 松开了手。 你穿嫁衣的样子真好看, 真好看啊, 上一次我无缘得见, 这一次, 能看一眼, 也算不枉此生了。 后来再相遇, 林宛如气色, 看着更好了。 她说春日不远了, 可她不知道, 四名山一见物终身, 我的四月天, 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如果您评伴射身, 我看看, 恶伴射身, 远比较不温讄射身。